好 主播各位觀眾 本土疫情持續的趨換 有醫事就分析了 下週一有望跌破萬例 不過剛好遇到二二八 四天連續假期 是否還會再上升 還有每年是否都要打一劑的疫苗 SIP召集人李秉穎 剛剛出席廣播節目 分析了最新疫情狀況 我們來聽下他怎麼說 但是我們希望所有的那個人 至少都能再補強一次 不管你以前接種過疫苗幾劑 或者是沒有接種疫苗 三四月的一個疫苗運動 這是一件事 至於未來高風險跟一般民眾 要怎麼去在追加接種 新冠疫苗的 目前還沒有結論 只是說那時候有一些意見交換 就是原則上 我們可能是高風險的族群 包括有慢性疾病 或者是老人家 他就是一年以接種兩劑為原則 其他一般民眾一年以接種一劑為原則 李秉穎醫師提到了 三四月會推打疫苗 運動高風險族群 像是慢性病或是老人家 一人建議打兩劑疫苗 其他民眾一年一劑 那他也認為疫苗接種率 已經到一定的程度了 現在室內脫口罩 也不一定會發生嚴重的疫情 那對於下週是否跌破萬例 則還要再觀察 以上現場最新把時間還給棚內主播